指挥不是从外面来的 自信文具的 知识是从外面学来的 智慧不是 智慧跟知识两种四肢 智慧能明显见性 而知识呢 知识是一种障碍 在佛法叫俗智障 知识不是说不好 不是说不要它 佛法也要它 也要用它 什么时候 开悟之后 开悟之叫根本之 悟后祈求啊 根本之得到之后 你看华严经上策童子 在文殊菩萨会上 看我 大彻大悟 明显已见性 根本自信 根本之是自信本具的薄弱智慧 薄弱经上讲得很好 薄弱无知 无知就是根本质 他在不动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 就是慧能大使 开悟时候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本自具足是根本质 不其作用的时候 他里头一发不灵 其作用的时候 一发不识 圆满的智慧 显现 所以 善才开悟之后 文殊菩萨 叫他去参许 五十三才 五十三才是后的智 我们今天讲的智识 你不接触不知道 一接触就明了 五十三才代表什么 代表整个宇宙的智识 你看里面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出家在家 五十三才里头 出家的这五个人 绝大多数在家 你一接触 全明了 五所不知 但是先要求五知 然后你才能 五所不知 如果有知 这就是所知障 障碍你 民心皆行 那你就 有所不知 你知道的很有限 你不知道 你太多了 跟中国 跟印度 求求的方法 迥远不通 这是我们要悉心 去体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